凯特王妃的健康问题 卡米拉王后打压凯特王妃母女等等 传言称威廉在年幼时期有暴力倾向 曾多次开 砍人的玩笑 不把别人的命当回事 哈里王子自传中也提到 威廉王子对他长期殴打 成为他脱离王室的主要原因 更为离谱的是 有消息称威廉王子在14岁的时候 因为戴安娜要离婚 对他进行了殴打 理由是过错方位妈妈 凯特王妃与威廉王子 一直是模范夫妇 但在凯特没有露面期间 威廉王子各种出轨传闻不断 抱其出轨了多名女性 其中一位是凯特的闺蜜罗斯 而凯特王妃这边 也有出轨传闻 对象为威廉的堂姑父 双重出轨 情节相遇场面相当精彩 传言凯特威廉夫妇 因此大吵一架 而威廉王子一怒之下动手伤了凯特 三个孩子也被抱在现场目睹一切 受到了惊吓 凯特因为重伤医治无效 查尔斯为了威廉王子选择自爆癌症打掩护 各种猜测堪称炸裂 虽然家暴之说太过戏剧 种种诡异 却又不得不让人多想 在凯特失踪期间 唐姑父意外身亡的消息震惊不少人 而后威廉王子露面脖子上 出现了大片瘀青 一切变得扑朔迷离 有消息称 与唐姑父有过感情纠葛的是凯特的妹妹 那凯特的失踪 跟唐姑父的意外身亡有没有关联 充满了疑问 盘点王室成员近况 不难发现消失的不仅有王妃 还有她的孩子 据悉 凯特住院期间 三个孩子都没有去探望 王室的说法是尊重凯特的意愿 他希望孩子们正常的生活不被打扰 只是这前后并非因果关系 除非凯特或者孩子们状态特别不好 不然一起生活如何成了打搅 如此 凯特与孩子们的辟图合照才能说得通 涉及出轨等感情纠纷对王室来说是丑闻 却并不是不能曝光的 各大王室都有先例 因此 有网友认为 凯特威廉的出轨丑闻都不是事 质疑各种遮掩 只是为了隐藏更恐怖的真相 而其中最轻的一种情况是 凯特被打得面目全非 无法露面 纷纷扰扰中 华盛顿邮报上一张关于凯特与威廉的照片 看了让人感到惊悚 照片中 凯特王妃成了一个木架 各个关节处被安装了机关 一个假人正在朝着窗外挥手 而操控者正是威廉王子 他跪在地上 自编自导着一切 这张图令人细思极恐 木架说明 活体生死不明 朝窗外打招呼 更是弄虚作假 欲盖弥彰 凯特王妃一直未能正式露面 威廉王子和卡米拉的行程相当满 从他们的肢体语言中 越来越多的网友 发现他们的关系更加亲近 由此 也引发了卡米拉 才是这场大戏幕后主宰者的猜测 在之前的加冕仪式上 凯特王妃与夏洛特公主 为佩戴王冠的照片被翻出 有消息称 卡米拉一直打压母女俩 庆典只允许带叶片头饰 威廉王子深陷丑闻 哈里王子则忙着 拉财 最新状态是 夫妇联合秀恩爱 哈里王子满眼都是梅根王妃 稳当当地抓住了流量 凯特王妃的后续走向仍然不明 还是希望英国王室早日解决风波吧 别再拿各种假图忽悠外界 越遮掩传闻越多 全球范围内 凯特王妃的一张辟图照片 掀起了轩然大波 从纽约时报到北京日报 每一个媒体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凯特王妃到底怎么了 而这背后的隐情 令人唏嘘不已 王室的生活 向来被人们视作童话般的完美 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传闻中的凯特王妃 遭遇家庭暴力 揭开了王室内部更为曲折的一面 这种真相的揭露 让人们开始质疑 王室的光纤外表背后 是否隐藏着更多的黑暗 王室内部的权力游戏 常常会让人们成为牺牲品 如果传闻属实 那么凯特王妃在这场权力游戏中 成为了最脆弱的一环 她的遭遇 可能是权力与压抑的较量的一种体现 也让人们更加关注王室成员 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下的生活状态 王室所处的文化和传统 往往会对个人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在传闻中 威廉王子的行为也不容忽视 如果这一切属实 那么家庭暴力问题 可能只是文化与传统冲突的一种体现 在权力、责任和传统之间 个人的生活往往会受到无尽的压抑 媒体的监督作用 在这一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传言的传播 离不开媒体的报道和舆论的传递 媒体的曝光 将这一事件推向了高潮 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王室成员的真实生活 凯特王妃与威廉王子的婚姻 被全世界认为是王室的一颗璀璨明珠 但是在这颗明珠的光芒下 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危机 表面上 凯特与威廉的婚姻看似完美无瑕 但媒体传来的出轨传闻却令人不安 对于凯特来说 面对丈夫的背叛 她可能既要维护王室的形象 又要处理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这种内心的较量 可能比外界所知的更加复杂 王室成员的行为 不仅关乎个人 更牵扯到整个王室的声誉和稳定 婚姻的危机 不仅仅是一对夫妻之间的问题 更是王室内部权力平衡的一环 在真爱与背叛的较量中 威廉与凯特 可能需要做出更多的权衡和取舍 媒体的持续关注 让婚姻危机成为了公众的焦点 公众对于王室成员的行为 有着极大的关注度 他们的观点和态度 也会对王室的决策 产生重要影响 在这种舆论环境下 凯特与威廉的婚姻危机 可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在这场婚姻危机中 真爱与背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婚姻中的真爱 可能是凯特与威廉挽回婚姻的力量源泉 但是背叛所造成的伤害 也同样不可忽视 双方是否能够化解矛盾 修复关系 将取决于他们对彼此的真爱 以及对婚姻的信念 在公众眼中 威廉王子一直是一个备受瞩目的人物 但他的过往却笼罩着厚重的谜团 从年少时的暴力倾向到成年后的出轨传闻 让人们不禁开始思考 威廉王子的真实面貌究竟是怎样的 关于威廉王子童年时期的暴力倾向传言 早已成为了媒体热议的话题 有人认为童年时期的经历 会对成年后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而威廉王子是否因此而形成了暴力的性格 这一传言 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 王室成员的成长环境和性格形成 威廉王子的出轨传闻更是让人们震惊不已 从与凯特王妃的友谊深化到与其他女性的纠缠 威廉王子的行为让人无法容忍 然而 这些传闻背后是否隐藏着更为复杂的真相 究竟是他的行为被夸大了 还是他的道德观念出现了偏差 这些问题让人们陷入了无尽的猜测与疑惑之中 媒体的包装和渲染 常常会让人们对威廉王子的认知产生偏差 在传言与真相之间 媒体的报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媒体所呈现的故事 而忽略背后可能存在的真实情况 这种情况下 威廉王子的过往被赋予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威廉王子的过往不仅仅是个人问题 更关乎王室整体形象的塑造 公众的舆论对于王室的声誉和稳定 有着重要影响 一旦媒体对威廉王子的传闻 进行了大肆渲染 王室形象可能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 因此 威廉王子的过往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 更是王室整体形象的一部分 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 孩子是父母最重要的陪伴 然而 在王室这样一个充满荣耀与权力的家庭中 凯特王妃的孩子 却在他住院期间神秘消失 这引发了人们对真相的猜疑与质疑 王室声称 凯特的孩子没有探望 他是为了尊重他的意愿 然而 这一解释是否站得住脚呢 在外界看来 孩子与母亲团聚 是在普通不过的事情 为何在这个时候 却选择了远离 人们不禁开始纷纷揣测 凯特王妃的孩子们究竟去了哪里 他们是否面临着某种危险或者压力 这些疑问 迫使人们开始寻找真相的线索 想要弄清楚 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在王室这样一个权力游戏频发的环境里 孩子们可能成为了权力争斗的牺牲品 他们的消失 可能并非仅仅是个别的家庭安排 而是背后 暗藏着更加复杂的权力纷争和阴谋 他们是否能够克服权力的阴影 坚守自己的良知与原则 将孩子们的安全和福祉放在首位 这是一个需要王室成员深思熟虑的问题 在社会舆论的监督下 王室成员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因此 王室需要更加透明地解释孩子们的神秘消失 如果解释不足或者不合理 将会引发更大范围的质疑和不满 对于王室形象和声誉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媒体的炒作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然而 随之而来的是真相和虚假之间的鸿沟 越来越难以逾越 在这样的背景下 民众该如何理性对待媒体报道 如何判断传言和事实之间的真伪 媒体炒作时常成为舆论场的焦点 为了吸引眼球和赢得点击量 媒体往往会渲染事件 夸大细节 甚至不惜以偏概全 造成了对事实的扭曲和误解 在媒体的炒作浪潮下 真相往往被掩盖在一片烟雾之中 传言的蔓延往往比真相更加迅速 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下 一条传言往往可以迅速扩散 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即便是后来证明为假的消息 也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巨大的影响 给当事人和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媒体作为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和监督者 其责任重大 公信力至关重要 只有通过真实、客观和公正的报道 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和尊重 也才能真正发挥好媒体的社会监督和引导作用 媒体的报道应该始终坚持客观、真实的原则 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还是娱乐新闻 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 不偏不倚地呈现事件的全貌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报道的可信度和公信力 媒体应该避免片面夸张的报道 不应该以谋求眼球和点击量为目的 而是应该以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为出发点 过度渲染和夸大报道往往会导致事实被歪曲和扭曲 从而影响到公众的判断和决策 新闻的公信力是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其社会责任的体现 媒体应该坚持独立自主、客观公正的原则 不受任何政治、商业或个人利益的干扰 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和尊重 媒体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 有着监督和引导社会的重要作用 通过深入调查和报道 揭露社会问题的真相 引导公众正确理性地看待事物 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这是媒体应该发挥的社会责任和使命 媒体行业应该加强自律和监管 建立完善的行业规范和自律机制 规范媒体从业人员的行为和言论 保障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 同时 政府和社会也应该加强对媒体的监督 确保媒体不受任何利益集团和势力的控制 保持其独立性和公信力 在媒体炒作和传言满天飞的背景下 我们更需要加强调查与报道的力度 只有通过深入的调查和全面的报道 才能还原事实真相 减少谣言的传播 让公众真正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 凯特王妃的神秘消失 以及种种传闻和猜测 引发了对英国王室未来的担忧 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传闻背后可能存在的真相 更不能容忍王室内部的种种问题 希望英国王室能够尽快解决这些风波 否则 王室的未来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与危机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